如果你问我最简单,最快的赚钱方法是什么? 那就是点击几下鼠标,拖拽一下图像,就能为你带来每小时50美元的收入。 这个简单的赚钱方法不限时间,不限经验,完全免费。 而且无论你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可以用这个办法赚钱。 本方法适合有空闲时间做兼职的同学,而且是一种利用信息差赚钱的方法。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利用信息差赚钱的概念。 简单来讲,就是你率先掌握了一个最新的赚钱方法,而别人却不会。 这样你就可以赚别人看不懂的钱了。 今天,我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新技能,就是帮助YouTuber设计视频封面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微的频道,本频道为您带来最新的网络赚钱方法和技巧,帮你早日实现财富自由。 我们的节目每周准时更新,帮您把握住最新的网络赚钱趋势和风口。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本频道,欢迎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了。 YouTube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社交媒体平台,每天都有数以亿计的访问量。 YouTube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热捧,和其高质量视频有很大的关系。 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创作者在YouTube发布新的视频节目。 而对于很多YouTuber来讲,做好节目的第一步,也是最重要的一步,就是要设计一张高质量的视频封面。 因为封面是观众对这个视频的第一印象,所以一个好的封面会给发布者带来更多的观看量。 举个例子,我们可以看到,同样的话题,因为封面设计的差异,导致了巨大的观看量差异。 所以,设计一个精致的封面对于YouTuber是至关重要的。 而现实的情况是,大部分YouTuber都不知道如何设计一个专业的封面。 因为其涉及到抠图、文字、阴影、图形设计等多个有难度的操作。 而且,还要考虑版权问题,因为即使是一张简单的图片,在饮用前也需要得到作者的许可。 有需求的地方就有赚钱的机会,打开Fiverr,搜索YouTube thumbnail,也就是YouTube封面。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卖家在提供付费封面设计服务。 点击进入一个卖家的页面,这个卖家已经卖出了3000件封面图设计。 按照其5到20美元之间的价格,保守估计其收入已经超过3万美元。 我们打开它的设计样图,可以看到其主要卖点为抠图、图像描边以及文字特效。 下面,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通过软件来简单实现这三个功能。 第一,抠图。 抠图方法有很多,例如通过在线抠图网站一键抠图,开买一键抠图,以及美图秀秀一键抠图。 第二,图像描边,下载并打开马卡龙玩图软件,选择一张图片。 系统就会根据你的要求来为这个图像描边,你不但可以调节描边的演示,还可以调节线条的粗细。 现在我们已经轻松地完成了这个步骤。 第三步,字体特效。 你可以通过各种制图软件来实现字体特效。 我们以Kama为例,输入一段文字,就可以在预设的文字特效一栏选择不同的风格。 在学完了这几个简单的步骤,我们也可以开始创作一张专业的YouTube封面了。 打开Kama.com,搜索YouTube thumbnail,我们就可以发现有很多预设的YouTube封面图。 我们只需打开一个模板,然后对文字、图像、人物进行简单的拖拽,就可以完成了。 Kama是完全免费的,而且Kama的素材库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,你无需考虑任何版权问题。 而且,Kama为我们提供了各行各业的YouTube封面模板,种类高达7000种以上,这些素材足够应用于各种设计风格。 下面,我们就可以开始成为Fiverr卖家并开始赚钱了。 选择Become Seller选项,就进入了卖家注册页面。 一路点击Continue,我们就进入到了Personal Info一栏。 首先输入你的姓名,然后输入你的个人简述。 由于我们面对的客户是以英语国家为主, 所以我们要用英文写一段关于我们技能的描述和个人简历。 第二步,填写Professional Info。 在Occupation一栏填写Graphics Design,在Skills一栏填写Adobe Photoshop。 第三步,Linked Accounts。 这一步,你只需要绑定一个社交媒体账户,并验证手机号就可以了。 选择China,输入手机号,你的手机就会收到Fiverr的四位数字短信验证码。 把数字输入到空白处就可以完成了。 现在,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步骤并成功开通了卖家账户。 我们就可以开始赚钱了。 除了YouTube封面外,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为Twitter和Facebook视频设计封面, 从而获取更多的收入。 当你的收入达到一定数额后,就可以提款到自己的银行卡了。 收款的方法也有很多,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通过PayPal和Payoneer派安营来收款。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,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 如果你认为本视频对你有帮助,欢迎大家点赞并关注本频道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,再见。